嗨,我是宝可夢 今天大家過得還好嗎? 希望你今天過得順順地開開心心的 那我們這一集的節目呢 我們一樣來繼續分享 就是寶可夢生日慶的讀書心得比賽 就是寶可夢的新書 寶可夢刷卡賺錢秘籍 之前我有舉辦所謂的讀書心得比賽 那今天一樣來持續分享其他粉絲朋友的心得 大家一起來學習理財,好嗎?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了 好,來 在這邊 我其實也都有把它整理好了 那有一個第二個讀者 叫黃擦琴 他說還真的很多信用卡資訊是看出才知道的耶 太厲害了 那像這樣子的留言的話 基本上就是比較短啦 所以我們就是繼續往下走 第三個話是白插與小姐 這個白小姐的話她寫得還不錯 我們在這邊就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說 書中有一段話講得很好 你是利用折扣在為自己省錢 而不是為了賺錢 為了賺到20%或30%的折扣而努力花錢 所以我覺得 大家在使用信用卡的時候 要有一個很正確的觀念 就是說你是真的想要省錢呢? 還是只是因為受了廣告行銷的影響 而覺得這個20% 好難得喔 我一定要想辦法拿到 所以就是 就算沒有消費 沒有需求 你就是一定要去消費 一定要去把這個折扣拿下來 那實不相瞞 其實我也會受到這種東西的影響 但是我們一定要回到初衷 就是說 你如果真的不是有這個需要 那你為什麼要花錢呢? 你明明知道你的錢 那麼辛苦的去賺 也許你沒有一些業外的工作機會 你每個月的錢就那麼多 那你還為了要賺回饋 把這些錢都花掉 下個月的帳單來的時候苦哈哈的腳掉 這樣不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嗎? 所以我覺得 這句話是我們這支影片的重點 就是你一定要去思考 就是 你是為了要去賺折扣 而去做花費 還是真的有需要 才去做花費的部分 那這個白小姐她其實也很棒喔 她整個心得的部分 就是緊扣在這個主題下面 去做發揮 她第二段她寫到說 還記得剛出社會的我 刷卡買東西完全沒有心痛的感覺 我覺得其實大家都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這個古老基因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們在刷卡的時候 跟我們把錢付出去 這當中間當然是天壤之別啦 所以我們的基因還沒有辦法習慣說 這個刷卡出去的這個錢 也是真的錢 所以你就不會有感覺 她說 看到百貨公司高掛 刷叉叉銀行信用卡 滿千送百的海報 就完全沒有戒心的刷下去了 這個真的是不太好喔 接著再使用分期 繳款的功能 每期只要繳的金額 就這麼一咪咪 更是完全無感 但等到金額一筆一筆的累積 超過自己的月薪的時候 才驚覺事情大條了 整個就如同寶大說的 欲益物卻益於物 你本來是想要拿著信用卡 好好的理財 然後就是聰明的刷卡購物 然後省更多 現在是最後你卻 因為分期付款的關係 就是功虧一虧 就變成是說 你背著一大堆卡債 然後你每個月的薪水都有三分之二 都要拿來繳這個卡費 甚至是被這個所謂的 因為你有債務的關係 然後你可能以後就不能用信用卡 然後你的信用這個上面也是有污點 我覺得這都是後來很不好很不好的部分 所以大家一定也要去認清信用卡這個東西 絕對不是百利而無遺憾 而是你要用正確的方式去使用它 你才有可能駕馭這個商品 那我們往下看 看了書才知道 銀行為什麼要提供分期領利率呢 一來是要留住你這個客人 讓你不輕易的刷卡 不輕易的剪卡 二來就是要利用溫水煮青蛙 煮你這隻肥青蛙 讓你在無感的情況之下 越花越開心 寶刀又很貼切的一句話形容這種狀況 叫做 讓你享受花錢的痛快 忘了沒錢的痛苦 真的是非常的貼切 所以我也很希望大家就是 你們一定要特別去注意 就是刷卡歸刷卡 時間到了就是要還錢 絕對不是因為為了要享受這種快感 那你這樣的話就是 應該是身心會有點失調 如果真的只是為了刷卡賺這個快感 但是你買了什麼東西 你一點都不在乎的話 那我覺得你應該是 心理上面有了一點問題 一定要去看心理醫生 因為你能夠用刷卡解決的事情 當然是簡單 但是如果你的心頭的指引 你心頭的這個很大的問題 都沒有解決的話 你只會持續不斷的刷卡 那你的錢就是一直出去 但是你卻完全沒有治癒的感覺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繼續往下看 所以現在我學乖了 以下是我的信用卡購物的SOP程序 一看到想買的東西 先確認這是需要的還是想要的 需要才買想要就不要買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說大家會發現 其實寶可夢的粉絲 到後來我經營的東西 其實不太喜歡去跟大家講 一些什麼省錢購物折扣 然後省超多很多這種 因為這種我覺得 逼你去花錢 或是跟你講說 怎麼花錢 然後賺到多少多少東西 有的時候我覺得 這樣會跟我的精神有點違背 違背的原因是因為 我其實是希望大家存錢 我希望大家邁向財富自由 但是如果我一直叫你去花錢 我覺得這樣子好像有點不太對吧 所以有的時候的話我看 有人有一些其他的KOL 有一些粉絲團的這個團主 他們在那邊就是在 在講這些東西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覺得說 唉 這麼多的這個廣告行銷的東西 還要一直講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我就會 不太想要去分享這個東西 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我一講大家要手滑 又亂花錢 那你是不是就更不存不到錢 這就是一個 彈生期寄生蛋的問題 你錢花掉你就存不了了 但是你如果存錢的話 你將來才可以再花錢 就是這樣子 第二的話呢 貨比三家 比實體 比網路平台 並且搭配信用卡優惠 確定最低價 這個是一定要的 應該像我們這種 省錢一組 如羊毛一組 就是一定要這樣做 所以白小姐這個很不錯 第三點 如果有提供分期零利率 大膽的分起來 並且把代缴的金額 存放在1.1%的数位账户生利息 这不就是讲大户数位账户吗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 还有M圈活动 赶快上车有机会 把大户优优卡带回家 然后他说 即使只有两到三个月的利息 也不如小补 你自己去算一下 他前来说不是很多 但是绝对是一笔钱 所以这个一定要 还是要把握一下 然后他说 结论的部分 之前因为脑波弱 贪折扣而花了好多冤枉钱 看了这本书之后 其免自己能跟宝大一样 发挥如羊毛的精神 把失去的钱 从银行身上1.1滴都回来加油 所以这基本上也是 我骨子里面 我流的血液 就是我是一个天生反骨的人 我也不喜欢被控制 然后我总是喜欢跟 大财团银行唱反调 他说这个东西好 我就偏偏要破解他 跟大家讲这个现金在哪里 所以我相信 各大银行的高层 看到我都是非常头痛 但是他们又非常的害怕我 他总不能够叫人 把我暗杀掉吧 就是因为很多人 都被这些行销跟广告的话术给骗了 但是我希望我能够做到那个 揭开这个神秘的面杀 能够让每一个人去知道 原来陷阱就在这里 这个洞就挖在这边挖得好好的 你为什么要跳进去呢 跳进去你就傻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信用卡 砖研了这么多年 我一看就知道 这个东西的陷阱在哪里 所以对于我来讲的话 马上拍一支影片 跟大家讲他的陷阱在哪里 其实一点都不困难 所以我也希望 我能够起到这个 发挥影响力的作用 能够让其他的银行有所警惕 不要觉得消费者都是笨蛋 都是肥羊可以载 没有那么简单好不好 从现在开始 从宝可梦的时代开始 就没有那么轻易 可以让你做到这件事情 不服来战 这是大家很喜欢 就是讲的这句话 好 我觉得这个白小姐的 这个心得分享的也不错 提供给大家参考 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内容 好不好 我们现在的内容呢 就是也是由这个 我们的粉丝朋友 一起跟宝可梦来创造的内容 只要你们来参加活动 我把你们的心得文念出来 一方面你们的文字 可以被更多人看到 另外一方面我也比较轻松一点 就是这个大家一起互相来创造内容 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 那喜欢的话呢 也别忘了来支持宝可梦的新书 赶快去书局买一本 博客来 网路上面买 可以省更多 好不好 就是有折扣 加上信用卡优惠之类的 自己去比较一下 做点功课 绝对可以买到最便宜的书 再不然你去书局翻一翻也可以 不要买 要翻也OK啦 好不好 不支持就算了 没关系 那喜欢的话呢 也欢迎你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最新的评论消息 就会送到你的email 你就可以收到消息 来看我们的最新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也非常欢迎你 公开的按赞 留言 分享给你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 省钱赚钱 并且迈向财富自由的乐趣 好吗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